大家好我是桑欣 现在晚上已经快要10点钟了 咱们还是要来挑战个新鲜事 今天做这个新鲜事特别开心 其实我们之前路过一集说 刚退休之后最不适应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咖啡可以喝 这间秘书或者公司里面可以自己煮一天喝个六七杯 退休下来咖啡实在太贵了 后来我们不是去喝了那个越南的吉隆咖啡吗 味道虽然还不错 但为了减肥总觉得他好像多甜了那么一点点 这一次我们终于很下心来 要在今天晚上拿出这两个摩卡壶来实验一下 其实这个驱动者是我们美国的一位好朋友 他也是在我们路上认识了 他前几天刚好到我们家来 他从美国特别帮我们带来了这一个咖啡粉 它里面上面写的就是Ground Coffee Ground Coffee的意思就是已经磨好的咖啡 Median Roast就是中度烘焙 中度烘焙这个咖啡粉的特色就是 微酸微苦还带有一点点咖啡豆原始的香味 用来做美式咖啡最好 太棒了你看 刚好适合我们两个的口味 我们其他口味的咖啡也不大喜欢喝 就喜欢喝单纯的美式咖啡 应该有都有了 不拿出来真的对不起自己 咱们赶紧来试一下 我还真没买过咖啡粉 这个是古姐 她住在基隆 她那天来还蛮开心的 还送我一个包包 很漂亮的花包包 对 发布包 人特别好 对 这个是 行不行啊 反正就好 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好像是可以折的 嗯 但是要先打开 先打开 可以拉开吗 我发现太好了 剪刀剪欸 不行我们就把它装到前面了 哇好香喔 哇 超香欸 有欸 一打开那个味道超香 超香欸 整个 就冲到整个所有房间里面去了 哇 好久没有这样喝咖啡了 这两个壶啊 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壶 看起来好像挺有质感 这个是锅宝的 是那个内地制的 两个都很棒 可是我特别研究了一下 这个好像可以直接放在火上面烧 这个就要放在电池炉上面用了 我们家没电池炉 所以这个只好封起来 到时候还给我大舊子 这个 我看已经被烧过很多次了 咱们就今天拿它来做实验 嗯 我有上网研究一下哈 下面这个先打开 然后这个把它拿起来 好像 它有一个滤网啊 对对对 它有好几个耶 这一个滤网 这一个 你看哦 它下面这还有一个滤网 哦 所以好像不用用滤子就可以用了 好 好 要在这里面加咖啡嘛 先加 加多少 先这样 不要浪费 然后这个把它盖下去 嗯 我看是这样 然后这里面要加水 嗯 可是要加多少咧 先加一半多少 这样好不好 好啊 哈哈哈哈 先试试看浓度 反正也没有说明说我搞不懂 对如果太淡下次咖啡粉再多加一些 我只耐心它到底煮得起来煮不起来 嗯 试试看 这种摩卡壶其实也不便宜耶 三四千块吧 对啊 怎么会这么贵 但是好重啊 可是看起来很精致啊 嗯 我觉得三千多 可以接受耶 你看这种漂亮 光看就好看 发出我们家的卡式炉 嗯 现在开始烧了 你开是吧 好你开我 太怕 不要想太多 可是火要开大还是开小 好 先开大吧 反正旁边也黑黑的 应该之前也不是大火 开中开中 开中 好 好不好 看起来很酷 他说要煮多久呢 他没有说要煮多久 好像要说三分钟左右吧 我开一下这个 我开一下这个 完美咖啡呈现 不要说煮多久 他没说煮几分钟 应该是煮沸就给他一直煮吧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盖子打开 看他水也没上来就知道 他会喷出来 不会吧 好那我先给他煮一下 好 等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打电话给你割啊 而且等会这个一定要用那个 对啊 模糊 不然这个应该会烫到手才对 嗯 对不对 我不晓得 没关系我不以为在 好 我们来偷看一下好不好 好 会不会喷到头 啪 跟温泉一样 哇塞 不要脸不要靠近 一滴咖啡都没有啊 那咖啡会烤出来吗 应该是啊 那要从这道啊 嗯 要等一下 这样还蛮温暖的 如果这次试验成功 我们下次就到野外来泡咖啡喝 嗯 跟他拼了 好 这样有没有就觉得像到欧美国家那种 像度假 对 到那个十分水庫给他坐牢喝咖啡 嘿嘿嘿嘿 咦 咦 咦咦 好 好 好 有不了还会不会很土啊 没有这样可以开吗 这会不会摘太近 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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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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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 你觉得这样有咖啡店吗 是吗 哦 诶 诶 这么快就买了 哦 所以他其实 从这上面流出来的啦 所以他其实一滚以后 他就瞬间就 冲上来 冲上来 就是刚才冒烟的时候 一睡一下是不是已经好了 那不能开太大火啦 他是不是要慢慢给他这样 萃取萃取萃取 萃取效果才好 我想我觉得 大家如果会的话再叫 就我们两个堵帽子一下 你的声音 我觉得他上面应该是没睡了吧 都是空气的声音 是不是就这样就好了 先关火再说 真的吗 它会会煮一煮更香 应该水都跑上来 粉在下面啊 齐活 应该不烫 不烫 有一点烫 应该不烫 好来 倒出来喝看 小心一点 是要拔下来倒 还是直接这样倒 应该是直接倒啦 你现在那么烫 不可能 不会露出来 不会啦 那杯子 实验实验 你看好土 什么好土 每个人总会有第一次来看起来很不错耶 第一次就成功还很土 对 谢谢古姐的咖啡粉 对对对 那我们终于 就是把这个摩卡符拿出来用 你不要忘记谢谢李哥 对啊 谢谢文哥 好 两杯 一杯 我先试个 就是我们先看 如果太浓 下次水就多加一点 对不对 太淡 下次粉多加一点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浪费 喝好 喝好 超香的 我就可以闻到有那么一点点果香的感觉 还有淡淡的咖啡原味 怎么样 有点淡 有点淡 我觉得是不是火太大 先奔上来 没入口 那我们今天再试一下 哇可是我家很香耶 我觉得啊 我最喜欢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最喜欢的咖啡的感觉啊 其实不是喝咖啡 而是那半夜 凌晨三四点读书的时候 煮上一壶咖啡 整个房间那个咖啡的香味 真的会让人醒脑 而且让人非常享受 你那时候读书就不会觉得苦 喝觉得苦 可是闻到味道 还会觉得特香 开了阳婚啊 终于第一次勇敢尝试 学会了怎么用这个摩卡壶 但是使用的对不对 不知道 如果各位好朋友有经验 我们哪里弄错了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也教我们一把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 有机会 就会到户外去喝咖啡咯 如果我们在哪个地方啊 或者各位好朋友在哪个地方 看到有两个人手忙脚乱 在那里煮咖啡 搞不会 请大家勇敢上去 教他一下 我想那两个 应该就是我们这两个土包子了 咱们不多说 我们两个要去喝咖啡了 掌心漫谈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明天见 拜拜